若化合物A2B的重量百分组成为60%A与40%B 则化合物AB2的重量百分组成为 那我们有提议还有背比定律可以知道 在A2B当中 A跟B的质量比会是60比40 那所以在AB2当中 因为它的A的个数只有A2B的一半 所以我们以60乘以1分之1等于30 那再来B的个数因为是A2B的两倍 所以B的质量会是40乘以2等于80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AB2当中 A跟B的质量比会是30比上80 所以在AB2中 A的百分率就会是30除以30加80乘上百分之百 大约等于27% 那B的重量百分率就会是100% 减掉27% 大约等于73% 所以正确答案我们选择A